好了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Alaf Sanjon 的这一个 的Fontree 第二个 Centered Form 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 2.1 Significant Figure Significant Figure呢 就是它有多少个有意义的号码 State the number of Significant Figur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1 2 3 4 4个 然后被gap 这的0要算 不是0的都要算 所以这一边是4个 4个 4个 然后这个我可以讲它是2个 可以讲它3个 可以讲它4个 它是5个 看它是几位到几位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边题目要我们 State它多少个 Significant Figure的时候呢 这个它是5 你要讲它3 讲它4也可以 这个因为它的0是在中间 被gap 这 所以这个肯定是5 这一个2 4 2 4 5 这5个是肯定要算的 然后后面的那两个0呢 我们就不确定到底要不要算的那一种 然后这4个 这个是4 Significant Figure 这个是两个 后面的这一个0呢 它 要不写不算我们就不写 我们写了我们就要算 然后到小数点0到有号码为止的那些都不算 然后被gap 这的要算 被夹着的0要算 所以我这一个是5个 然后这一边就算它4个 被夹着的算2 4 6 这个是6个 ok 好 第二题 set the number of Significant Figure for 这一个 这一边2 4 5 5个 ok 然后它又有可能5又可能6又可能7 我觉得这个很有争议心 这我就当作它是5就好了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两个 小数点0 到没有号码为止的不算 后面的0 呃要写 要算我们才写 所以它写的我们就要算 所以它这个是 然后接着 which of the foreign decimal number is the 3 Significant Figure ok 这个是3 这个是2 这个是2 这个是1 ok 然后 呃 这两个肯定要算 小数点后面的0 呃 我要算我才写 所以这个是3 然后在这一边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Significant Figure for the foreign number 所以这一个是1 2也可以 3也可以 4也可以 这个是2 这个是3 这个是5 ok 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一个第六题的 它叫我们 complete the polling table by rounding each of the polling number correct to the billion significant figure 1 2 3 3个significant figure 所以它这一个3个的话呢 它是这一边 在它下面这边画表现 然后 我们还是那一句咯 就是说小学的时候 我们在进市值的时候 我们就有学了 就是四舍五入 ok 然后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2 新尼pick picker 的时候 净位3600 然后这个净位4000 ok 好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节 我们要找它的那一个 呃 3 significant figure 然后还有2 significant figure 跟1 significant figure 的那一个答案 ok 1 2 3 这个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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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1 1 所以这一个呢 会是3 5 6 0 这个净位 60 60 这个净位 10 5 0 这个没有净位 702 0 0 这个净位 477 0 0 然后这个净位 3600 净位 6100 没有净位 10 100 看两个significant figure 结果出来的东西 好像一个significant figure 这样 ok 然后这个也是7000 00 然后因为这一边这样 变成0嘛 后面的也跟这变成0嘛 他没有净位嘛 然后这个净位 48 0 000 然后 有些学生写48 就不对了 ok 他原本是 什么47万多的 那你可能会突然变成48 ok 他变成48万 ok 所以这个是4000 这个净位 这个是6000 这个是6000 你看他1跟2significant figure 出来的答案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也是1,2significant figure 出来都是一样的 这个净位 所以5000 000 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接着的这一个 这个跟刚刚的也是一样的 他 也是要round off to 3,2,1significant figure ok 这一些 其实是 不难的东西 ok 还要3significant figure 我们就从 最前面的开始算起 3个 3significant figure 3个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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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没有3 哼 1,2,3 太太太太 太强能所难了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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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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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位 所以他这个是1.6 0 0 1个 0 0 0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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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位 110,然后净位 21,净位 7.6,6.8 原本就是凸十几个比格,0.37,0.0046 然后这一个是100,28,7,0.40,0.005 好就是这样 来接着他在这一边叫我们Culting each of the pooling operation 然后State the correct answer State the significant figure State in the bracket 所以你就把它算出来 还有两个significant figure 你就变两个significant figure 还有三个significant figure 你就变三个significant figure ok 然后这个是属于那种Paper 2的题目 我们就完整的写给老师 1.77乘6.08 我还是用计算机来算啊 可是我写了之后 我还是一行一行这样写给老师 10.7616加30 所以他变成40.7616 ok 所以这一边再加30 然后他变成这样 然后他现在要的是Forcing the significant figure 这一边 这一边 所以他这一个就会变成40.76 下面这一个我有5.64 5.64 除0.7 ok 我们先称出后加减嘛 哇 它变成这样很长哦 所以这一个是8.05714 然后2857 加1.87 所以在这一边我加1.87 然后我拿到的是这样 所以它是9.927142857 然后题目要的是3 significant figure 3个 所以它变成9.93 ok 所以他答案会变成了那一个9.93 5.64 除0.7 加1.87 对 然后接着这一题 4.2乘0.4 4.2乘0.4 我们先做乘 乘除再做加减嘛 所以4.2乘0.4 这个是我们要先做的 168 1.68 所以他这一个会变成15.26 减1.68 加8.3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这一个15.26 减 然后再来加8.3 然后我拿到的答案会是等于21.88 所以他答案是21.88 题目要的是1 significant figure 一个 所以他就会变成20 就是这样 然后在这一边 然后在这一边 然后我们变成25 significant figure 然后他变成3.1 然后3 significant figure 然后他变成5 什么0.508 这个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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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significant figure 他就变成248.00 那边0减位248.00 我无法理解会有学生选248这样的一种情况 ok 原本是24000多 Round off之后变成248 很不很离谱很夸张 错到最significant figure这一边 所以他这一个是0.0278 好然后最significant figure0.00461 然后这一个 他要你product of这一个 product就是乘咯 OKproduct的意思是乘 0.2328乘0.3 然后拿到是这一个 然后题目要我们correct to 2significant figure ok 敬畏嘛 2significant figure 对好就是这样 好接着呢我们进入2.0 standard form的这个部分 standard form呢它是a乘10 to the power of n 你们应该是在form1的那一个科学里面就已经学到了 然后n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这一边我们知道我的a呢是在1跟10之间 ok 它是1位数 它是大过1的 它不会小过1的0点多这样的时候 a等于0.9这样就错了 a等于10 错了 a等于11 错了 然后我的a是在1跟10之间 然后我的n是 integer 什么东西是integers呢 那就是 那一个-3-2-1-0-1-2-3 都可以 ok 但是通常我们都没有0的啦 但是 其实0是可以的 好 write the following single number in standard form ok 然后standard form的时候呢 它的1移到变成我刚刚讲的是1跟10之间 1位数啊 然后你看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移1-2-3 ok 1-2-3 所以它变成4.3067乘15号3 然后中间它这些步骤不用写了 我们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 一个位 4.6乘15号1 1-2 5.92乘15号2 1-2-3 6.086乘15号3 1-8.735乘15号1 向后一格 8乘15号-1 向后1的话是-1啊 1 然后3.4乘15号-1 1-2 4.96乘15号-2 1-2-3 它变成5.003乘15号-2 -3 1-2-3 有些学生就会问咯 老师你这个0.34呢 你这么不要把它以两个为 变成34乘15号-2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34 它 我们的a是在1跟10之间 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 ok 好来 接着我们在这一边 它 convert the number in standard form to single number 哎 这个又跟刚才的一样哦 然后它要变成一个 1.6乘10 power0 就1.6哦 这个乘10 power1 我移过来 26.4 10 power2 2向后1 2 534 这power4 1234 它变成60 8 00 嗯 然后 这个 向前走 所以这是0.53 12 所以它会变成0.0638 3 1 2 0.0 0.0 0 5 7 4 1 2 3 4 然后它就0.123 3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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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0 这个时候拿到是4这边 5.92 12 然后它会变成592 然后所以下面的这一个答案我要 那个 什么的时候呢 2.64 11 然后拿到是 26.4 所以我的5.34 12 然后拿到是534 ok 然后这个是5.3乘10 然后减1 然后它会变成0.53 好来如果你的计算机是Canon的话呢 它是用Exp Exp它出来的是E 你看我刚刚在那边念的时候是念E 的原因是因为它是Exp ok 然后过后呢我的这个6.38 E-2 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 嗯 ok 然后 卡修的 这一个 就做的比较好 它就 诚实 不如POWER 就很明显 然后 为什么 Canon的这个是Exp 因为它 卡修的那个 570ms的时候呢 是这样 Exp ok 就是说它在这一边 2.2.2 这一边的这个2.64 E-1 然后它就变成26.4 5.34 E-2 然后它变成534 6.08 E-4 然后它变成60800 它的意义呢 就跟 我们的这一个 橙色 to the power 是一样的意思来的 有很多学生他不知道这个Exp 是代表橙色 他不会用这个功能呢 他就 这一课比较吃亏 还会这个功能的话呢 他这一课的 暗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 好 接着在这一边 他说 by using a scientific calculator convert the polymegealing into the metric system to the unique given interface GIGABY 变成BY OK GIGA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 128 乘129 我们知道 这一个 GIGABY 然后它是 129 OK 然后 它就会变成 呃 那一个 计算机 他这样 这样 他写成这样就可以了 他上面这样 所以我们就写成这样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OK 因为在那个by的情况之下 他应该是 什么 128 OK 我们在那个 什么我们在那个 呃 by的时候呢 他应该是128 乘1024 电脑他是乘1024 再乘1024 再乘1024 他不是乘1000的 所以他的答案应该是这样 这个才是真正准确的东西 OK 我觉得这一题触题的老师他触到 不好 因为 他不应该用by 用by的情况之下他应该是乘1024 Instead of用 乘那个 micro 所以这个是0.0 074 乘10 这个话 减6 0 哦 这一边我们其实他要变成三个空 他还要再移啊 小数位 12 所以他这个是1.29 乘10 1 11 加两个位 然后在这一边他是 123 OK 所以 他是 7.4乘10 然后减9 l 这样 然后我们知道他这一边是 没有 然后 369 减3 减6 减9 nano pico 然后减12 分多 减15 kilo mega giga 然后 570ms 他就能够帮你作弊 然后 呃其他的没有 OK 只有570ms 他有的帮你作弊 他怎样帮你作弊的 你看 他在这边他有kilo mega giga Tera mini micro nano pico 分多 那样的东西 所以他是128giga 的时候 128 然后 giga 他就shift g 嗯 然后他就变成1.8乘10 啊 你看他直接有给你 0.0074 这个 是 呃 micro micro是这一边 嗯 7.4乘10 减9 OK 计算机他能够直接帮你做到这个东西 就570ms9了 然后 可是后来的这一些他就没有这个东西啊 然后 这一些都没有了 只有570ms 反而是570ms 旧款而已 哈哈 嗯 好 接着第18题他叫我们 without using convert convert to the unit OK 所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是310 哎 看上的是 before还是 before by using OK 310 per pera pera 像我们刚刚讲的 pera是12 OK 所以他就 乘10 12 litter 然后我们这一边 12 然后他就变成3.1乘10 14 所以我这一边310 是 这一个 那是 那一个 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 310 pera 嗯3等1乘10 然后14 然后 泛豆 泛豆 MTO 所以0.0 0.65乘10 然后-10 泛豆是-15 写错了-15 OK -15 所以他在这一边就会变成 这一个 一个 所以他就变成0.65 就是他就变成6.5 乘10 15-16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他就有 0.65 这个是0 OK 0.65 泛 6.5乘10 16-16 对了 OK 然后 还要我们写成Standard Home 123 所以他是4.508乘10 3 OK 然后Standard Home 123 4 4.3乘10 4 然后 这个 他是12 所以他要加2 所以他会变成14 然后 你其实 这一个的话呢 你看啊 我们在这一边 我这个是911.2 12 他直接出来 14 OK 然后 在这一边呢 他 Standard Home 所以一个位 1.8乘10 1 1 1 2 3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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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1 5 5 3 4 1 1 2 3 4 5 7 4 4 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23 D Countlate the value of each of the following operations, state the answer in standard form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你看都是乘生的包式,直接加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事实上我们用计算机直接加就可以了 OK 他没有注明能不能够用计算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直接用计算机 OK 25 3 5.35 那张是5.35乘生的4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他这一个是 1.7 14 加3.65 14 然后那张是这样 OK好,来,在这边我们的计算机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叫做eng OK OK你找eng这个东西 他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你就 自己再移多一个小数位就可以了 OK engeng他是只有3693的倍数 OK 然后 这一题他是 6.20 3.29 减 这个是1 10 就是1 然后5 11 19 2.91 所以他这一个是2.91乘15到6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6.216 减3.29 16 所以我拿到的是这样 然后按 那个eng 我直接按eng 这个他是6的倍数 所以他就很漂亮 OK eng就可以了 OK好 来 来 在这一边呢 这个eng呢 他是这样 你看你按eng多一次 再按eng多一次 他就一直是在 用着那个 shift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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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 1.713 加2.0314 然后我拿到的是87010 然后我这一边我就按 那个eng eng 他就变成这样 OK 好 来 可是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种题目我们要manal做的话是怎样的 你看 3跟4水大 OK 你换去大的 记得他的那个诀窍是什么 OK 呃 power power 小 的 换 这样 OK 就是我们要 换掉power小 就是这样 换掉power小 所以 这一种题目呢 就是你换掉power小了 不对 所以在这一边power3 power4 power3比较小 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个是小 所以我这一边移一个位 所以他是0.67 乘神徒power4 加8.03 乘神徒power4 然后 他就会变成8.7乘神徒power4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 87300 这样移一个位 8.7乘神徒power4 然后刚刚这个是 4.719 减2.118 然后我拿到的是这样 然后按eng 他就直接有答案出来 然后同样的 8跟9 9比较大 所以这个换 所以他会变成4.7乘神徒高9 减0.21乘神徒高9 所以我的4.70 0.21 减 这个是6 这边10 这个 这个 这个是4.49 所以他是4.49乘神徒高9 就是这样 然后 再来 这个 我们有 那一个 3.8 3.8 1 negative 6 加 7.5 1 negative 5 所以我们 他的negative 不要放这个negative 这个比较远 他变成这样 OK 然后旁边的这一题它是这个 9.62 1 negative 6 减7.18 1 negative 7 然后 这样 我们刚刚的这个eng 我拿到它是不是3的倍数 我拿到它不是3的倍数的时候呢 我就还是可以按出来啦 但是我自己本身在移层 那个 scientific notation 然后刚刚的这个呢 这个叫eng eng 代表的是engineering notation 然后我们这个是standard form standard form呢 是属于scientific notation 那就是 a 乘神徒高m 这样 OK 嗯 然后 就 你 你这一边 他这个是 减6 这个是减5 减5减6 谁比较大呢 来我们行一下 减5 减6 但是减5比较大 所以这个我积极 所以他这个会变成 0.38 乘神徒高m 加7.5 乘神徒高m OK 所以我这一边 0.38 7.50 加 所以他变成7.85 乘神徒高m 减5 然后其实这一种类型的题目呢 我们都是用 计算机来按的 OK 然后 这个 减6减7 减6跟减7 减6比较大 所以这个1 所以他变成 9.62乘神徒高m 减6 减0.718 乘神徒高m 减6 所以我在这一边 9.62 0.718 减 2 0 9 8.902 8.902乘神徒高m 减6 OK 好 然后 如果啊 我们 现在的题目啊 改一改 就是说我的这一个题目 这一边 我们的 这 这些题目还不够有挑战性 比较有挑战性的题目呢 你想一下 如果我在这一边 POWER4 POWER5 假设这一个我把它变成POWER3 一个是POWER3 一个是POWER5 POWER5比较大嘛 我要把这个小的换掉 然后 3跟5相差两个 我要变成POWER5的时候 我要移两次 所以他变成0.040乘神徒高m 加3.16乘神徒高m 所以他变成 3.2002乘神徒高m 你看 在这一边 如果我在这一个 他是 4.0213加3.1615 然后我拿到的是 然后按DNG 所以他是 乘神徒高m 再来 123.2002 OK 所以不一定是移一个的 你要看他们之间相差几个 相差一个 6与一个 相差两个 6与两个 假设我刚刚的这一个 他这一个是减7 他相差两个嘛 所以我这边就 减6 减5 所以他这个变成8.45乘神徒高m 减0.0 0.0423乘神徒高m 所以我的 8.45 0.0423 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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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7 然后这边是7 0 OK 所以他变成8.4077乘神徒高m 减5 OK 所以我们的 这一边呢 这个就会变成 8.45 1 减5 减4.23 3 1 减7 8.4077 就是这样 好 接着的是 乘除的题目 乘除的题目呢 其实我们 没有真正自己去做了 我们都是直接按计算机的 3.7 15乘5 12 然后我们就直接拿到这个档案 然后再按eng 可以这样 OK 然后 真的是要加加写给老师看的话呢 这样就3.7 乘5 然后才会变成了18.5 18.5 乘16 5加2 这一个 这一个乘这一个呢 这样 会变成这一个我们用的是 A power m 乘A power m 等于A power m加m 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最后变成18.5乘17 7 然后一个位 然后这边就加1 所以他会变成1.85乘17 8 12 OK 然后这边这个分数的话呢 就是这样 8.5 15 然后 2.5 12 3400 然后 然后我们这一边是 这个是8.5 和 2.5 我拿到的是 3.4 OK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个会是等于 3.4乘17 4.5 5-2 3.4乘17 3 就是这样 然后 这个呢 我就有 2.37 1 减 3乘6 1 减 6 1-6 然后我拿到是这样 OK 然后我的 2.37 乘6 我拿到的是 14.22 OK 所以他这一个等于 14.22 乘17 减3 加减6 14.22 乘18 减9 然后我向前一个位 加1 所以他会变成 1.422 乘16 然后 我的这一个 1.17 12 除 2.6 14 然后我拿到是这一个 好 所以我在这一边 1.17 除 1.17 除2.6 然后我拿到的是 0.45 所以他这一个 等于 0.45 号码除号码 乘17 2 减4 0.45 乘18 减2 向后走一个 减1 所以它是 4.5 乘18 减3 好 最后的这一个是 5 0.25 5 5.2 1 1 negative 2 乘9 16 然后呢 是这样 eng OK 所以 570ms 也有eng 这个功能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 这一个 5.2 乘9 然后它会变成的 那一个 46.8 对 然后我刚刚呢 另外的这一点 我也直接按掉它 4.76 1.4 除7 1.4 然后它会变成这样 eng 这一个 OK 然后 我的 这一个 还有是 4.76 除7 它变成 0.68 0.68 0.68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 它会变成了 46.8 乘16 2加6 46.8 乘16 4 4.68 乘16 5 我向前 1个 加1 12 OK 好 然后 这一个是 0.68 乘16 4 减 减 4 所以它会变成 0.68 乘16 8 然后6.8 乘16 7 我在这边向后一个 减 然后这一边 起 这样 OK 好 好 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 这一种题目 ABCD的 就不要去看它的步骤了啦 我们就直接按就可以了啦 然后这个挂幅 213 Hours 这一种题目如果是属于那个 什么 570ms 570ms 来按就很难了 1.1 乘16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 0. 088 除 挂幅 213 Hours 3 也是可以 没问题 然后接着的 然后接着的这一题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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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减 3. 4 1 减 5 0. 那个出题老师他就可能要 酷晕在那个 什么墙角那边 我希望学生慢慢的做的 这一题其实是要 123 4 8.7乘 10 减4 减 这个 1个位加 1 然后0.34乘 10 减4 然后8.7 减3 0.34 他就变成 8.36乘 10 减4 结果我们计算机直接看就对了 哈 哼哼哼 H00 40 4 24 O ur 8 OK 所以他会变成了505 3 然后 123 5.053乘 10 3 好 然后 这一些 这样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呢2.7乘10主要减2 5.3 那就减3减2减5 然后那就变成2.7 它相差三个嘛 那就像是前提3123 0.0053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2.7 减0.0053 然后2.6947 2.6947 2.6947 然后事实上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应该是直接计算机按D好 2.7 1减2 减5.3 1减5 然后我再按ENG 然后我在这一边 我向前移1加1 这样 OK 10减5 减5是减3加减2 这样 所以它就变成这两个 好 好 然后4.28 1减7 减2 3 1减8 然后拿到的是4.05 乘10 这个包减7 题目要我们12 画圆圈 就是这样 好 然后接着这一边的时候 它在这一边 Diagram show a portable streaming pool Calculate the maximum volume of water can be filled in liter State the answer in standard form correct for more significant figure 我们要知道Cm cube是等于ml L这个是乘1000 这个回来是除1000 就是这样 所以我的这个volume呢 会是长层宽层高 305乘183乘56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就305乘183乘56 然后拿到的是这样 OK 3125640Cmq 然后我移3个位除1000 这一边 123 它就会变成3125.64L 然后 它要4significant figure 然后standard form standard form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一边 123 3.12564乘153L 4significant figure 1234 4significant figure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3.126乘154.0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3.126乘154.0 好就是这样 接着我们看第30一题 接着我们看第31题 given that the total surface area for the map 是294.0 所以我6个area会是等于294.0 然后它是Q1 然后所以我的area呢是294除6 294除6 我拿到是49 它是x2 所以我的x2是等于7 ok 因为我的x2等于72 所以我拿到的是x等于7 或者是你拿x等于sq 49 然后就x等于7 calculate the volume volume的话这样很简单嘛 那创创创创创就777啊 所以我的volume等于7cm乘7cm乘7cm 所以它是343cm 题目要的是meter cube 我们知道meter去cm的时候 它是乘100 然后我的meter cube去cm cube的时候 我就乘100q 所以我这一边 它要变成meter cube的时候 它回去是除100q meter cube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有343除100 power3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这样 ok 所以它这一边 你就行一下 它就除100q 就6个位数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123456 所以它这一个就变成0.000343 然后这一边又回来 1234 然后它变成3.43乘10 然后减4 ok state the answer in standard form meter cube ok 这一题的难度是在 它要的是inmeter cube ok can you carry a box volume是这样 然后我这一边是123 123 3.72乘10 5 5 3 3.72 10 5 5 5 3 3.72 123 4 4 5 4 5 5 5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到这样不麻烦 OK 算了 然后我的这个长层宽 这个是宽的 然后我要找它的Lang 所以我的Lang乘3200 等于7.8乘15高6 然后我的Lang就会是7.8乘15高6 这个除3200 所以这个除3200 然后拿到答案会是这样 OK InMeter InMeter 所以它答案就会是等于2437.5m 这一题它有另一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我把这个换成KM 3.2KM 所以我Lang乘3.2等于7.8 所以Lang会是等于这个7.8除3.2 然后拿到的是这样 OK 然后这个是KM 然后我就把它换成Meter 乘1000 237.5m 这样做比较容易 嗯 好 来 所以我们的 那个 Lang乘3.2 就讨论完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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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